哈囉大家好,我是一樣 那看著我穿著桃園第一志願的奇異果裝 沒錯,今天就是來聊課綱 就是來聊學習歷程檔案了 而我個人作為一個第一志願的學生 也做過了這麼多作品集這些東西 所以我想我是非常適合來講這個主題的 首先我們從108課綱的方針開始講起吧 也就是自發、互動、共好 我們翻成白話文就是自主學習、人際關係、活用能力 所以到這裡我們可以知道他想要改變的是我們一貫以來的學習方式 他想從根本性的讓學生只是追求分數來考上更好的大學 變成是學習自己想學的內容 並且實用化讓他變成你真正的能力 我相信大家看到這裡都覺得他是往一個好的方向改的 而我個人也予以肯定 但是怎麼實施呢?就是吵起來的原因了 現在的做法是減少了必修的學分 加大了很多選修的課程 而基本上我們可以說像是高中大學化 讓學生除了上我們原本課本的內容 有更多的機會可以活用之事 但這樣又造成什麼問題了? 首先選修它並沒有明定的項目 是讓各校老師自己去開課的 而且這些上課內容全部必須要記錄到學習歷程檔案裡 作為你之後面試大學的參考 而這個對於老師的好壞以及人數要求大大提升了 而以我個人的經驗 這些課最後最後就會變成所謂的廢課 可以再參考數據看 反正去上課也就是看個影片看個PowerPoint就結束了 之後再用一個畫素去把你的學習歷程檔案做完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這些副科都是考試不考的範圍 就跟音樂、繪畫、家政、建教、資訊一樣 因為不考所以只要拿一個學分就好 老師也會因為不想耽誤學生的未來 所以它的標準都會放得非常非常的低 讓所有人都可以拿到這個學分 所以這就變成理想很美好但執行不了的課綱了 因為你最後的評判標準還是國音數字社的混合題型 所以就算你的國文在好、你的表達能力在好 你可以上台做一個很厲害的報告 一樣不會幫你加到任何一分 再來我們講回到這個學習歷程檔案 雖然教育部已經公布說 你可以選擇用以前被審的方式 不用每一段時間就去更新這個學習歷程檔案 而我個人其實是支持每一個學生 有一個像你說背審資料也好 或是說檔案的這種東西 因為它其實就是記錄了名為人生的項目中 你到底有什麼作品的 但是但是問題就在於 當你沒有國音數字社的分數加持 教授根本沒有機會看到你的資料 不管你的人生多豐富都一樣 而這種概念就很像是你說 你不想要士族把持朝政 但是你卻用九品官人法 你卻用封建制度一樣 你的篩選制度就是導向分數決定一切 而這個學習歷程檔案就變成是 在分數近乎完美的情況下 你還必須有一份完美的歷程檔案 你才可以進去你想去的科系 所以網路上才會有說法說 這個制度其實增加了老師的壓力 也增加了學生的壓力 而我既然也是武林所謂明星高中的一員 我就來分享一下我的高中生活吧 想當然學校從上到下的政策 全部都是要想辦法幫你衝高你的學測成績 至於其他廢課像是選修、藝術、音樂這些科目 基本上你有來就會讓你過關 而且基本上我們到段考前 其實是沒有在上這些課程的 因為那些主位主科的老師 都會把這個時間借走拿去考試 想當然我們的早自習以及第八節課 當然也是考試考到飽 而且我們的段考是出了名的變態 我國三的時候班牌永遠是第一 校牌一定再怎麼爛也是前十名的人 而我進到高中高一第一次段考 我記得我只有一兩科幾個 數學好像只考了二十幾分吧 所以重點根本不是什麼選修不選修 重點是大家資深跟社會 就是看不起這些不考的列等科目 你與其搞什麼選修之類的東西 你不如落實全面型的教育 把這些該上課的藝能時間 還給這些科目 而且是有課綱有目標的教 尊重老師的專業 該當人就應該要當人 我們甚至有某位主科老師說過 你們的音樂課也沒有很重要吧 拿來考出師表末寫應該比較有用 我不是說出師表不好 但是我畢業之後還是他媽的沒用過 但是每天你都會聽音樂吧 你都會看電影吧 那這些音樂的東西哪裡沒用呢 再來說他社團 我們學校的規定是兩個禮拜 會有一次的社課 而且遇到放假 他還會自動調課 把班會跟社課對調 讓你把社課放掉哦 因為班會時間當然也是要拿來考試的 而我們學生怎麼應應的我也告訴你好了 我們這麼覺醒聰明的學生對不對 當然是你寫一課考卷我寫一課考卷 然後之後再交換抄 不然就是都不寫 反正對考卷的時候老師也不會檢查 你想要幾分呢 我就用鉛筆幫你改幫你做到幾分 因為家長學校社會不就是要那天殺的數字嗎 那好我就把數據做好做滿給你 老師教導有方學校升學率提升 家長看得又開心 你說這樣好不好 而剩下的就是畢業即事業 留下一個活了22年只知道做數據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夢想是什麼 想幹嘛的畢業生 我今天講的每一句話 都是我在武林高中三年看到的事實 這才是我們台灣明星高中的教育現況 而我也不是要指責教育部 因為這是整體社會的結構性問題 而我講出來也只是想讓大家知道事實 請大家要記得尊重每一個學科 尊重每一個專業 好了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也別忘了幫我點個喜歡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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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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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